大家好,我是卓浩文 今天我们来到海关街移动老建筑里 它这个建筑我们现在还进不去 一直是一个锁门的状态,没有找到有人看管 这是建于19世纪20年代 是原中东铁柱局高级官员的住址 小编把云台卖了,买了一个新的 之前的二代云台拍不了广角 在这买个新的云台,以后给大家拍摄视频的时候 就能拍大广角了 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属于一个古典主义的建筑 很漂亮 左右对称式的建筑,上下的窗户设计的感觉是一致 其实门口小阳光房很漂亮,纯木质结构的 这下面有一个地下室 诶,我从脚下这不是可以进去吗 我围着外面拍一下 没经过人家的同意,私自进入人家的住宅也不是很好 这边,哦,它是纯对称式的啊 正门跟后门都是这样的一个阳光露台 纯实木,纯实木的,哇 看啊,我们可以从这个位置看到 它这个实木的材质呢有点轻微的变形 但是整体看到还是非常的精美 这是后门 这是一个小门,前面的门比较大 那肯定是正门 上着小锁头 呀,这个看起来 它是这么设计的嘛 这边呢是一个 大角度的一只三角往下去的嘛 这应该不是变形了 特意这么设计 换个角度 今天阴天啊 哈尔滨是五到六级大风 不知道这个视频看起来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听见有杂音 上面写的是历史建筑 建于二十,哦,二十世纪初期 不是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初期 仿古典主义风格 咦,还有一个牌 建于一九二八年 属于中东铁路高级官员住宅 专幕结构 仿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建筑也可以是文物啊 你看上面写的是 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 华尔街405号 仿古典主义建筑 诶,那跟古典主义建筑有什么区别呢 那看起来也是一个 纯左右对称式的 而且中间的话也是以突出拱形的 这不就是古典主义风格吗 为什么写个房子 这个门呢也是很老了 看上面还有个灯泡 以前的话门头灯的话就是一个小灯泡 这一圈就绕完了 其实我进去的话拍摄一样 里面也进不去 这个建筑一共有三个门 这个围栏的设计非常多余 因为从这个建筑的侧面那个围栏 直接是贴着地皮的 直接迈一步就进去了 那这围栏没有什么必要了 好,今天的视频给大家拍摄到这里